Hello大家好我是唐唐 今天我是业余唐木匠 这里呢是我正在进行改造的书房的一角 那现在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哈哈 有没有穿越啊 夸张一点 不过呢仔细对比一下 我觉得确实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从上世纪70年代穿越过来的吧 这一排柜子的改造工作呢 主要就是给这个柜子重新刷了漆 然后把原来所有的把手拆下来 换上了新的把手 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想不到我花了多大的功夫 才处理好装把手的这一点点小区域 因为呢它以前的把手并不是像现在这个简单的这样装上去的 而是它在面板上面造了一个坑 然后用胶水粘了一个木质的把手进去 如果不幸你想改造的抽屉或者柜子 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那你一定要仔细看视频哦 相信肯定会帮帮你的 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就赶紧先订阅我啦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样对这个柜子进行改造的 走了走了 回去看看70年代的抽屉吧 我没有把这个柜子拆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它的设计上来说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除了这个颜色我不喜欢之外 第二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前房主是给这个房间换过地板的 他在换地板的时候 就没有把这个柜子搬起来 所以呢如果我把这个柜子拆掉的话 那这个柜子下面就缺了木地板 我现在也很难找到跟现有的木地板一模一样的对吧 就算一模一样呢 现在这个也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我新的铺上去肯定是会有差异的 所以呢我就决定不拆走这一些家具 直接对它进行改造 就是这排家具吧 我发现它呢 面板是可以整个一起抬起来的 刷墙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把它抬走了 我非常不喜欢 这个叫什么 抽屉的把手吧 然后这个我要把它换掉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呢 它并不是用钉子钉在这个面板上的感觉 它是用胶水粘上的 所以我还得研究一下 到底把手和面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总之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抽屉取下来 看看具体情况吧 果然是粘在里面的 看到没有 它这里有一个坑 妈呀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我只把边上的敲下来了 里面的就粘在这了 应该怎么办呢 好 现在呢 我把这个抽屉面板全都取下来吧 我呢 强烈建议你在拆这些柜子抽屉之前 把它都做上标记 我就在抽屉的里面和面板上都贴了一张纸 写上 比如说这个是三号 到时候你要上回去的话 这样才比较方便 尤其是如果你想重刷像厨房那种橱柜的话 它每一个门有可能就是大小看着非常像 但是其实它不一样大 如果你没有做好标记的话 你上回去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费劲 看来这块板子是没有上胶水的 你下去掉下来 上一条 如果你钉子比较多呢 钉子取下来也最好标记一下 像我这个就写了抽屉面板 我还是把我的这些板子拿到我的木工房来处理 像这种我是不可能直接就往上面抹wood filler的 因为它缺的口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呢我需要把断在里面的这个木头给它敲出来 然后再切一块大小合适的木块给它塞进去 所以现在我们就还是要先想办法 用那个凿子吧 把嵌在里面的这一块给它拿出来 这个算是目前为止拆的最好的一对 这是第四个熟能生巧 你看现在这个板子它边上是圆弧状的 我其实想做的呢 就是我切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材 把它补到这里面去 但是边上是圆弧状的呢 对于我切一块小的木材再做成圆弧状就不太可能 所以我就要用那个凿子 把这四边给它凿成一个直角 那到时候我切一个直的小方块 我就能把它放进去填上这个坑 其实这一步就是为什么我买了一把这个锤子 这个是专门的木工锤 就是在你使用这个凿子的时候呢 你是不太好用你平时使用的那种铁锤子的 因为那个锤子会太重了 你很容易失手 所以需要一把这样子专门的木工锤 具体要怎么凿呢 你要是不放心呢 你其实可以画线 就是你用一个直角尺 然后笔上把这两边的线都这样画出来 我就是用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头的这个 然后你在这边用平面的这一边顶住这里 然后顺着这边延长出来 就用你身体的重量给它压一条线 这两边呢长边我都是这么做的 压一条线出来 然后短边你就那个刚才那个太宽了 你就用一个短一点的头 因为这个非常小 因为这个非常小 你就用这个办法 你就能看到差不多切到什么地方 顶好的话就能陷在最边边上 其实你敲下去一边 另外一边就很多都下来了 你都不用锤 直接用身体的重量往下面压一压 它就下来了 其实这个我真的觉得还是不是太难 你看这边是我凿过的 就已经是一个直角了 然后这边还是那个圆弧装 对吧 然后我们就照这个办法 把所有的地方都处理一下 现在呢我想用router再来处理一下 这个里面 看像这里就已经完全都抠出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就都粘上了 那我就用router 然后套上这个plunger based的壳 这种平的这个头装在上面 调到合适的高度 然后你就肉眼观察 在里面磨一磨 把它的底面基本上磨平 然后边缘的地方呢 你也可以再进行手动的处理 看现在就已经平很多了 然后边缘的地方 你再用凿子把它凿下去就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来找一下木材 然后切到合适的尺寸来 差不多把这个坑填上 因为我要刷漆 所以说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木材 来填它都可以 但是呢最好不要用plywood 因为plywood你填的时候 如果说它是比较高 然后你要再sand下去一点的话 你有可能把最上面那一层表面 全部都杀掉了就不太好 所以我找了一块pine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切了这么一块 现在这个厚度我还没有切 先试试大势 哇塞 绝了 我一次成功 这就放进去了 我现在就画一个线在这 就表示这个厚度呢 我就要切到这个厚度 你就在需要切掉的这边画一个叉叉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留多一点余量 既然我第一次切就切得这么成功 我告诉你们我怎么切的吧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游标卡尺 你最好买一个游标卡尺呢 是有这个小尾巴的 这个就是深度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超有用 就是这边是可以量内镜的 这边是量外镜 然后你量一下这个的深度 然后取出来你把它固定 就拧这个小旋钮就固定了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一段 来量我的table sole 就是从这个 fence 到锯片右边的距离 觉得比画线更准确 所以我的宽度一次 就切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然后长度也是一样的 我就量到这里对吧 那么这个长度 就是你所需要的长度 比如说你宽度切好了 你再这样子比一下 拿到你的mite sole上面去一切 那你这个大小就这样了 我的天太成功了 我都没想到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 既然就这么成功 我进步了 现在我就要来把这个切一下了 切这么小一块木头 非常危险的 你不可能拿手推过去 也不可能拿这种推过去 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个 反正你用坏了又自己在做呗 现在就抹胶水往里面放吧 完美 边上的小缝 等这个干了 我们再用wood filler填一下 然后再用什么sander啊 给它处理一下 好现在已经过了一天了 我决定用手动的办法 我不是有一个这个flush trim saw吗 这种我就把这个比较高的部分 我先给它切一下 然后再用sander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我这里不是有一个t track吗 然后我上了一个这个东西 给它固定一下这块板子 就不会到处晃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耶 还可以 跟我想象的也差不多吧 不是特别难 这个地方在刚才凿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破损那个表面 然后因为我们要刷漆嘛 就给它抹一点wood filler 好一个就搞定了 剩下还有四个 现在呢补的这个wood filler 就已经都干了 那我们就要来给整个表面做sanding 这次呢我打算sanding两次 第一次用这个80的sanding paper 第二次用120的 这次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小的东西 就是增加摩擦力的 因为你像sand这样子的一块板子的话 如果你放在这上面sanding的时候 就很容易移动嘛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表面 然后把你要sand的这一块放上去 然后你看它就是 它也会有一点滑动 但是你有像下的立的时候 它就不太能挪动 在sanding的时候呢 如果你为了保证 你sanding的是比较均匀的 你可以这样用铅笔 在你的这个表面上画上一些线 然后只要你把这些线全都sand的没了 就表示你sand的是比较均匀的了 因为刚才用电动的sand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处理边缘的这些部分的 所以呢我现在就手动拿这个120的sanding paper 给它手动的摸一摸 跟你讲 在sand之后 虽然说你看起来这里补了一块 然后这里小小的这些都补握的 但是我摸起来 我已经完全摸不到这里有任何的不一样 就是完全就是一整块耶 上面这些抽屉的面板呢 我都处理好了 其实这底下的门是一样的 那现在拿把它取下来吧 现在呢来处理这个在家里不能挪走的柜子 里面这部分呢我也把它刷了 但是我不刷后面和上面 那我现在就要用一个这个painless tape 把我不刷这个地方的边缘稍微保护一下 其次呢就是 其实我所有的刷器的工作 我都一定会做sanding 但是呢这个因为是在家里挪不出去 就比较麻烦 如果做sanding的话 手动sanding实在是太费事了 如果用机器的话 灰就会搞得特别特别大 我也不太想那样 再加上呢这次我买了一个比较厉害的primer 就是说它的粘性特别的强 我也说过嘛 primer其实在我看来 就像一个双面胶 它把一面粘在 你要刷的这个东西的表面 另一面粘上漆 这个primer的质量越好呢 它就越能够保证 你刷的这个漆不会掉 我这次专门为了刷这个柜子 买了一种比较贵的primer 一普通的primer 又贵差不多一倍了 反正那个老板跟我说 这种primer比较好 我就下了血管了 那我们就尽量把表面处理得干净一点吧 我有一个这个 它算是一种清洁剂吧 然后你看它这还写了 prepare surface for painting 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去掉你表面的油渍啊 或者是那个辣 remove wax and grease 那就先把这个喷在表面上 然后我们拿这些 然后拿这个布擦一下 我这次的油漆 都是在这个C2 Paint 买的嘛 这桶呢 就是那个老板说比较好的primer 反正呢好不好用了 我再来给大家review吧 刷primer呢 如果面积不是说特别大 我是比较喜欢用刷子的 而且这个柜子呢 它本身的外面贴的这一层这个veneer 它是有那种摸起来 你会感觉到比较深的纹路的 用刷子呢 你就能更好的把这个primer 刷进那个纹路里面 去有助于后面的刷漆的过程 我昨天刷的primer呢 就已经完全干了 那你观察一下 如果说有特别大的结块啊 或者非常不平整的地方 你就拿sending paper 给它稍微磨一磨 sending paper呢 选稍微细一点的 比如说150到220的 我觉得就比较合适 然后sending的时候 不要太大力 稍微轻柔的对待它 终于又到了 激动人心的上颜色这一步了 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是为了激动人心的 上颜色的这一步 好 再看一下我买的这一桶漆 它其实是跟我刷墙的漆 是一个牌子的 它这个系列呢 就是专门刷柜子 和刷这个墙边门边的 是比那种刷墙的漆 所以这个工具要稍微贵一点的 好 来片片吧 刷这个柜子所用到的工具呢 就是我会用一个这个foam roller 就是这种4英寸的泡沫的 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种刷出来的表面 比较光滑 我很喜欢 然后其次呢 就是边缘的地方 接缝的地方 我会用一把这样子的刷子 我还准备了一把这样子的 也是foam的 它是泡沫的 就是说 因为我有这种地方嘛 就是特别特别的窄 如果哪里没有刷到 实在没有刷到呢 我可以用这个foam roller的 这个尖尖的地方 再去给它补一下 所以我用到的工具 就是这三个 现在我的抽屉面板和柜子门呢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可以来刷primer和颜色了 这个抽屉的面板摆在这上面 然后我把柜子的门 就摆在这个沙发上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刷吧 这个呢其实是不太好刷的 就是因为它有花纹 你看到没有 这边上它是有用那个router 进行过处理 我呢会先用刷子 然后在边上 先把这边缘的部分 小心的给它刷好了 然后大面积的地方 再用那个滚子给它刷 现在离我烧的这些抽屉面板和柜子门呢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 触感干的 你就是可以稍稍轻微的用一下 但是你还是不太能 比如说用水啊 或者用清洁剧去对它进行清洁的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cure 就是感觉这个漆还没有完全的长在这块木板上 我实话实说 因为这个板子呢 它毕竟是你就是重新刷漆的嘛 这个板子它本身是带有那个oak 就是橡木的那种纹路的 虽然说你做了sending的处理 上了primer上了漆 它的纹路 你细看是不可能被完全盖住的 而且我当时不是补了一块 那个长方形的小木块在里面去吗 因为这个木头的材质不一样 所以你非常仔细的看 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把它拿的稍微远一点 你是看不太出来的对吧 但是我拿的近一点呢 你是能看到看到没有 这一块就是我补上去的木头 从手感上来说 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细看你能够看出来 但是这一块地方 是我将来要给这个抽屉上把手的地方 所以说它稍微有一点缺陷呢 你上了把手之后 它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可以接受 还有这个的面板是一样的 你看我再这样子看 稍微远一点 你都看不出来 仔细的看呢 其实你看我都还要找一下在哪里 就是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是我补的这一块 但是将来这个地方 也是要上那个门把手的嘛 所以上了之后 你基本上是不会注意到的 我以前最开始想自己刷漆的时候 我也看过很多的视频 我觉得很多before and after的照片呢 或者视频啊 就是给你一个远远的远景 然后从来没有给到过近景 就是告诉你这个刷完了 近看是什么样子 导致呢我刚开始做这种重新刷漆 Furniture Makeover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我刷出来的这个 就跟别人都不一样呢 为什么别人都看的都那么精致 我的这个细看都还是有闻路的 后来我发现 其实你重新刷漆呢 你毕竟是在原有的木材上 对它进行改造 是不可能做到你用新的木材重新做 所达到的那种效果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改造项目 这样已经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啦 既然它现在已经干了呢 所以我决定把这些门啊面板都装回去 我是一个超级心急的人 其实我觉得最好呢 还要再多等两天 但是呢我会在装的过程中 小心一点啦 真的是谢天谢地 我当时做了记号 才方便我把它装回去 现在你看这个抽屉 是我的二号抽屉 这块板是我的二号板 那装的时候呢 因为它就是说 这本身上面就已经有 这个以前打的钉子眼了嘛 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 把这两个钉子眼对齐 你先把这个钉子放在这里 你把它打出来 就用这个出来的这个孔 找到面板上对应的这个钉子孔 先对齐一个 好这个我这个就对上了 然后对上这个 好对上了 然后你就用手把它摁住固定了 小心的把它转回去 这个也把它转回去 好那这样子就能保证 你刚才那两个钉子眼还是对齐的 那现在把它钉下去 你打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它是对齐了的 好一块面板就装好了 我现在呢把这个抽屉的面板搬出来了到车库里 我也是REAL佩服前房主 不知道它是怎么样 把这个板子搞得这么长的 我的天 从这里 是不是超级长 这块板子呢 其实两边还好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有 还是比较大的磨损的 主要是就想搬出来给它做一下sending 然后可以补的地方 给它用wood filler补一下 今天的这个气温呢稍微有一点低 然后我的木工房不是在车库里吗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只有11.5度 我就有点担心 等一会儿气温会再下降 就会低于10度了 因为我这个漆 它上面那个说明上说了 它刷漆的要求是要高于10摄氏度 所以呢 我就把这块板子又搬到家里面来了 建议大家在买的油漆刷漆之前呢 都仔细的读一下上面的说明 一般呢 它都会告诉你刷漆的环境温度 是要介于多少到多少之间 还有就是说 你刷了一层之后 大概要等多长时间 能够刷第二层之类的 所以好好阅读说明书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给这个柜子装把手了 我买了这样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条 稍微有一点棱形的装饰 那长度呢 是6英寸的 就是这个螺丝到这个螺丝之间的距离 是6英寸 那现在我们就来把它装上吧 那因为装把手呢 我有出一个单独的视频 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好了 现在装完了把手之后呢 我这个柜子的改造就可以宣告完工了 深色的油漆配黄铜色的五金件 我最近真的是超超超喜欢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改造后的这个柜子呢 可以给我点赞 还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一期呢 我会专门告诉你 我有什么样的小秘诀 把这些抽屉和柜门的把手 装得又快又好又整齐的 赶紧订阅我 就不会错过我在每一次更新了 另外呢 我这个书房的改造 还在持续更新当中 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的改造情况 千万不要错过我接下来的视频哦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吧 我是唐唐 今天我是业余唐木匠 拜拜